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断位冲刺开启 S34进入最后的倒计时 赛西木充分到底该用谁 三分钟告诉你答案 首先是对抗路 孙侧自带高额误抗 对线压制力极强 也确作战能力不足 支援打团还强 线上只要不碰到米粤 施工阵基本都是比较好打的 优势在于线满本地图变弹 孙侧几乎是唯一一个坚固大团 对线切之翼 还能运营三路兵线的推进英雄 如果拿不到顺色的话 狂铁和达姆都是无处的选择 接着是中路推荐 西施推现快 不知经济 开团成本小 很容易配合队友打开局面 并且发一路小野怪刷新位置改为地图外 西施可以卡着野怪刷新时间点挂边 更有机会调人拉回来 最重要的是下个赛季任性改晚 现在不玩 以后就很难再体验到无视任性的西施了 建议兄弟们四级开始挂边 前期尽量不要放线 如果拿不到西施 可以选择王刀军一星 这两位也是线版本比较强势的选择 射手推荐 黄中对线不强 但稳线能力很强 补浪基本不会攻 吃到一定装备红利 配合竹锋可以三跑秒人 中后期推进手塔都在线 是线版本不错的补位射手 要注意的是改版前期对线比较弱 尽量缩塔发育 辅助方面适合搭配牛魔张飞蔡文姬 这种反手保持姻能力很强的英雄 如果拿不到黄中 也可以选择敌人杰加罗 打野推荐蓝铃王爆发高跑头快 自带视野堪称C位噩梦 改版后隐身提示很难被注意 营地胜率一夜登顶 现在玩蓝铃王建议兄弟们优先出暴力 大打野刀和宗师 之后再去补别的装备 如果拿不到蓝铃王可以选择杨运环和全特 辅助推荐太乙 主动开团墙反手还能复活保持姻 巴玉能给C位加钱 自身坦度也不低 而且前中期配合队友进野区强度也不足 综合能力十分全面的辅助 拿不到太乙的兄弟可以选择张飞或者牛魔 如果大焦放出来了就优先选大焦 以上一篇赛季一幕 强度都比较在线的英雄 还没上网址的兄弟赶紧分享给你的好朋友 一起上分吧